各位好 今天4月23号 我是五位赛人 吃了吗您 有一位网友在下面留言说 问问说要不要聊聊一家要上市将要上市的公司的问题 这叫什么 这公司叫东郊道家 做按摩的 上门按摩服务 22个城市 28个运营中心 对吧 2万名技师 每人每年平均是380单 公众号粉丝300万 服务人次是500万 注册用户700万 营收是35亿人民币 营收还行吧 也就是说还行 那他要上市 但是还没有 我有一位朋友 我一直在推荐 给各位推荐的是老范讲故事 他好像这两天做了一期关于这个的节目 但是我还没看 不过就这家公司上市 其实说白了 这个公司打的基本上来说也是一个擦边球 因为我看了一眼他主页 就是他的APP那个东西 然后就发现基本上来说他会让他的目标客户比较享入非非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像我这样的这种中年油腻胖男人 还据传说还谢顶的这种胖男人 然后他过于龌龊 但实际上而言 这种上门按摩服务确实是分两路的 其实在国外也有 这种东西都有 那会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了 在自己背着一个 甚至于自己要带着按摩床到客户家里 我觉得可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 就还记没记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老有记 各位还记得吗 那个老有记 好像非比啊 是在按摩院里工作 但是他的一些同行们呢 是出 是到人家里去帮人按摩的 那这个东西就有正规有不正规的两种分别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从宣传上来看吧 公司的上层领导阶层 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这个 下边这按摩的这些技师们 有一些是要干 他实际上不太愿意让他们干 但是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种工作 这话是必须得这么说啊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按摩机构 他不是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美国还是在哪啊 是有一家那妓院上市了吗 他毕竟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大概来讲 就像中国的这种擦边球的这种打法 在各个领域都是存在的 这个呢 也毫不例外 对吧 因为中国没有分级制嘛 他呢 他也不太可能让你这个成人的这种产品 或者是成人的这种服务 成为一个正常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 就是说 他一定是要把这个作为自己道德高尚的一个标志 就是说我不能允许你卖银嫖娼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身体使用不归你做主 你这不行 当然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根据有自己的宗教 还有其他原因 基本上而言也都很少说正儿八经的 把这个合法化 就是这个合法化的少 但是一般都非罪化 那这个中间区别还是蛮大的 那可是中国呢 基本上而言 虽然是有人说中国在法律上它也是一种非罪化 但不是非法化 但实际上还是一种非法化 否则的话 扫黄打黑这种东西 不可能年年都玩 这个大概是这样 至于他上市 就是像我这位朋友老范讲故事 他认为是标志着从工业斯巴达转回到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这个论点 我个人不是特别同意 就是说真的玩起来的话 真是要东莞那种东西给恢复了 你才能够真正像黑猫白猫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呢 尤其是在 应该怎么说呢 人口数量又在下降 对吧 他呢 开放这种东西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事情 我想他也不会开放 从意识形态上和他这个实际操作当中呢 都不会愿意说开放这样的这种擦边球 色彩过于严重的这种行业 这种行业 那至于说能不能上市吧 不好讲 这事不好讲 我觉得他上市的可能性现在是越来越低了 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呢 就是说有太多人注意到这件事了 我党这个机构吧 就是一个特别耗面子的 就是那种 嗯 怎么说呢 当婊子立牌放这个都说清了的那种形态 所以呢 他说让你上市啊 或者怎么样 如果一旦渔情起来的话 其实他目前有点渔情起来了 有可能呢 他这个上市之路呢 就会半路夭折 当然了以他的这个 以他目前的这种 就是他其实是符合中国 上市这些标准的嘛 那如果万一跟底够深 OK 那上了市了 我个人建议呢 尽量的来说也 对他的股票您不要太期待 或者是说 嗯 或者是说您觉得他能够购买 多买一点 或者怎么样 长期持有 因为像这样的公司最容易出的事呢 是因为某一次的所谓的严打 或者是包括什么扫黄打飞啊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就会被那个 就是我 我党这个铁拳 尤其是咱圣上那个铁拳呢 你也不太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敲到这 嗯 很有可能一息之间呢 就灰飞烟灭 哪怕你是个上市公司 也有可能灰飞烟灭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看好这个啊 那当然 这个您可能因为情怀 或者怎么样 我我也有情怀 比如说 我最想办的一个杂志 媒体人嘛 对吧 就是那个比如说 Plyboy 或者Pandhouse 这种 这种杂志 我其实是想办一个的 这也算某种情怀 但是呢 这个至于能不能行 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看好这个股票啊 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擦边球这事怎么都有吧 这个看个人喜欢不喜欢了 那这是一个事 另外一个事呢 是跟大家想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意儿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算是一个月经话题 怎么叫月经话题呢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种 就是中国的自媒体嘛 就是这个开始炒啊 这个美国呀 开始调查 中共高官权贵的放在美国的这个财富 就是他就要把这个东西调查清楚 然后要不给你公布 要不然给你这个 给你叫什么 给你冻结 对吧 尤其是呢 这个现在的像 尤其是因为俄乌战争这一块呢 怎么说呢 就俄罗斯的主权资产在国外的被冻结了很多 俄罗斯的跟那个 跟他的这官 就是俄罗斯那些很多大富豪 或者是甚至于普京本人的一些东西 也被冻结了 那但是这事儿吧 就是隔三差五就出一回 而且不是从现在开始了 在我印象当中啊 自打上回那个瑞士银行报出了一个文件之后 大概每隔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人传说说这个美国要开始调查 把这中共高官 高官显贵白手套们 存放在美国的这个财产了 可是呢 实际上来讲 你见 传了这么多回了吧 您见有任何一回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给调查出来了吗 然后给公布了 对吧 那有些公布的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报纸公布了 是邓小平家族在美国的一个资产 还有呢 是江泽民家族 对吧 甚至于还有这个温家宝 他们这个 那都有 但是这些报纸 他的这个跟美国政府本身的调查 以及他美国政府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呢 这是完全两回事 这个是完全的两回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第一个啊 美国人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分开 美国人要不要调查这个东西 会不会调查这个东西 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是 会 美国人会调查这个东西 而且呢 肯定的来讲 他调查的里面那个 所谓中共高层领导这个黑料 在这边的这个财产 是非常清晰的一个 应该说一数据库 他是一定会有这个东西的 那就是说 但是他这个东西用不用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比如说 所谓用不用这件事啊 就是给他公布出来 或者是说给他没收了 或者 或者拿这些东西去威胁中共的高层这些领导 那其实呢 是不会用的 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玩意儿吧 怎么说呢 银耳就像核武器是一样的 银耳不发的时候 他在发射警力的时候是最有用的 只要一点火 这东西就没用了 您理解这事吧 这是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能不能用 您这么解释这件事吧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关于这一点 咱再说一点 再分析 更细一点 第一个呢 你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证明 这个财产就属于他们的 我个人呢 怎么讲呢 我个人呢 其实是 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做VC这个行业啊 就是你要有无数的这种这个方式 你比如说那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VIE架构 对吧 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这个VIE架构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做外币往中国投资呢 你有一个限制 一个是领域之类的限制 二一个呢 是这个 就是这个外币的这种限制 所以呢 我们经常做的这种东西吧 说白了很简单 就是我们得在这个开办群岛啊 摆布袋啊 反正就这种地方啊 这种离岸的地方做一家公司 甚至于在那地方都有做两到三家公司 分层级的 那我上边 比如说 我这边股东有这些股东 这些股东是一拨人 或者单人的这股东 我做一家公司 那边我做一家公司 这另外一堆股东做一家公司 然后呢 我们两家再合着做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下边再有一家投资公司 这个公司投资到哪儿了 香港 到香港去 然后从香港再建一家公司 控股公司 或者全资公司 应该是全资公司 再投到内地里边去 您看这中间隔了多少层了 然后由这家公司 由这家内地这家公司 去用各种各样的协议把我目标投资的这家公司 给它绑定 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给它绑定 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吧 像我比较熟的媒体 对吧 这个媒体公司我给它绑定 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发行 你的这个广告 你实际上而言都被其他的这些东西给绑定了 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是一壳 您理解吧 然后你虽然是精英实体还人理的 但是呢 实际上你所有的资金的进出口 其实都我们掌控着的 所以大概就 但是我跟你没有任何的股份关系 那您看经过这么多的公司 就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VIE架构的一个图 那像这样的这样的这种隔离 对吧 首先你就很难直接就穿透它 那当然像我们这种正规的这种VC 你穿透它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让实际上你让它真正意义上 一般人能理解说我最开始的那家 在开办群岛那家公司 那它的这些股东或者怎么样 你能一定知道吗 你不一定 这事你还真不一定 这还是我们为了将来 比如说在静怀上市什么这些东西 所做的这架构 你都不一定知道 我最开始的股东 因为它都是企业法人 然后企业法人再形成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再走一家公司 您琢磨琢磨 这个你直接穿透 它其实还是挺难的 那像这个 尤其是这些年 就是海外 中共高官的海外资产 它往往都用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包装的 它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名下 它就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玩意儿 就是就跟那个黑社会 其实你就当黑社会洗钱 是差不多的 它要经过无数次的转折 中间有大量的消耗 这个钱会有耗散 然后它到最后落在这地方 有一些进入到了实体领域 比如说这个实体也分 比如说不动产 对吧 这个我其实自己就知道 在美国很多的有一些不动产 是谁谁的这东西 那但是这个不动产的持有者 除了那个你能知道的这些 那其他大量的不动产的持有者 其实很有可能是机构 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很多途径以后 变成机构持有的 你但是实际控制人 对吧 是某些人 那如果你再往后再推一步 比如说那个白手套这个事 我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白手套 对吧 我在这个美国 替我持有这个资产 它持有的是这个机构的股份 然后呢 机构在买这些不动产 或者是动产 甚至于包括像一些这个古董啊 什么这些东西 OK 那规到这个机构的时候呢 就是你 我跟这个 我跟这个持有人 就是这白手套 那是以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委托协议 或者是这家公司 就是这个机构 它也跟我们一样的 绑定了各种各样的协议的 它没有资格去真正动用 但是这个协议本身是公司所属的机密 你也不太可能就知道 像这样的这种模式 无数种 它可以把这个资产的隐藏的非常非常的深 你要是想说清楚这件事 并且把所有东西都给刨出来 对吧 把所有的关系都刨出来 实际上来讲 第一是难 对吧 但是呢 美国人还是能干得了 第二呢 你要取信于这个大众 或者是说会怎么样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还有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之后 对吧 你要经过很严格的司法的程序 你比如说像这回 我们一直来讲 有一些俄罗斯的主权资产就被冻结了 或者怎么样 或者一些富豪的个人资产被冻结了 OK 那没毛病 但是呢 你看美国还要通过这种法案 人家是一法治国家 你不能说我这直接像我党似的 说你这是敌产 你就直接就给没收就给抓起来了 就像前两天 那个公安局 佛山公安局 直接就能把人家那账户上的钱 转到自己账号上 这种事情 如果美国人干的话 它就不是美国了 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弄 无数的官司等着你打 而且这个官司你是打 很多都是属于那种跨国类型的官司 您知道吧 就是因为他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他的上级公司 或者是说在开办群脑子 在摆不大的 你这你打去吧 你这个调用他的文件 或者怎么样 你费劲死了 所以你要这么打的成本非常高 时间也非常长 他不会是像 像比如说抗战胜利了 你接收大员去那块 一纸 这就是那个敌产 这就是汉奸资产 OK 好 就给你弄走 他不会像那样的 所以你现在你去把 你让他去把这些玩意儿给弄出来 然后给你曝光 然后打所有的官司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 尤其是他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成为某种程度的这种 开战的这种敌国 他只不过就是说 确实是这种战略战略敌人 对吧 战略敌人 战略对手 但是他道没道说 直接就这种开战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就是这种话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是一个良好的期待 但是实在是不太理解 像甚至不太理解 就是自由社会 或者一个法治社会 它是一个怎么运行的 就是他们这种运行 哪怕在下边 干了无数的这种事 他把这些东西全干好了 他要想真正意义上 达成的这个 达成他的目标 对吧 作为某种 某种对你财产的这种剥夺 那也要费很大很大的心 所以就不要再想这个了 那你说有多少钱呢 我一位朋友推算过 大概在七到八万亿美金 在美国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在哪呢 就是说这些钱在美国呀 实际上而言 美国人并没有特别大在意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在我这买东西 你把资金搁在我这了 因为这些钱到了美国 它不光是搁在这个 成为这种不动产 对吧 你比如说买房子什么的 有没有大量的钱是沉淀在这 这没毛病 但是有更多的钱 它是需要的来进行增值的 这些钱要进行增值 那这些钱会进到哪里去了呢 进到美国的这个实体 或者全世界的这个实体 它为什么会从中国弄出来 是因为中国钱 在中国钱不保险 增值也不高 那它到美国这一块增值 整个的能够进入到美国的经济体系当中 您琢磨琢磨 这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这些钱 全给你冻结起来 然后让自己受这损失呢 您从一个最根本的角度 您就可以看到 这种其实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 那个也不是比小钱啊 对吧 七八万亿美金啊 那你说 那你直接就 中国人创造了很多的财富 这些财富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对吧 又流回到美国这一块了 这是其中的一种 人家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您从理论上就能想象 就您从实际上 你就可以想象 美国人也不傻 对吧 他是他 美国人有自己的这种 怎么说呢 理想主义的层面上的东西 但是美国人更多的 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国家 他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他又不 你看所以我就说 我说从战略角度而言 没有真正意义上开战 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个呢 再说的就是说 实际的应用的角度上 这钱 钱这东西没善恶 您知道吧 他只有使用他的人有善恶 那钱这东西本身没善恶 我用着你的钱 那能怎么着 你就跟你 我为什么不可以补用 我为什么要不用的呢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说 就是好多人还说一个 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咱拓开一句说 有好多小粉红 或者怎么样 就在我们这在说 说你看你们在国外生活 对吧 那一旦说 比如说中美开战 或者是说台海这块打起来了 日本这块加入 美国加入 你们这个财产 不就直接就被日本政府 或者美国政府给冻结 或者没收吗 怎么说呢 确实你这个有点想太多了 这是首先第一个 你想太多了 第二个呢 说 就因为一个 我就像说这个什么事 他针对的 即使现代的这个社会 就现代这个社会 以前咱不好讲 因为以前 美国人曾经把这个 曾经把日移的美国人 都给关到集中营里去 对吧 当然那个集中营 跟那纳粹集中营 还是差别蛮大的 但是呢 他毕竟给他 给他那个关进去了 对吧 剥夺了他一部分的人身自由 那财产方面呢 其实倒没受什么损失 这个还确实还没受什么损失 至少比较少 跟那个把犹太人的假牙的 金牙都给弄下来 确实还是 还是 还是差挺远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不用担心这件事 我是从来没担心过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像这样的国家 因为打击这种 就是一个自由世界 尤其是到现在 你说上世纪的 上个世纪咱不说 对吧 19几亿年的事咱不说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是不相信这些国家的法制或者其他的 移民就没什么意义了 说白了 可能对很多人移民本身就是为挣钱 或者其他一东西 那我们来讲 我是更希望在一个能一个更清明的 更能够让人安心生活的地方在生活 那移民就没有什么 那我移民干嘛呢 对不对 我在国内一样被抢 来这也是被抢 那还不如就让国内 我还省着跑这一趟 还损失很多钱 很多的公司就没卖掉了 对吧 这公司卖掉了 肯定不如我自己本身还留着的资产更大 那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要真有这种事的话 就是说 你都怪自己选择吧 算我看错了这个 看错了人类发展的方向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过于相信这边的这个 法制与这个国家的这种道德底线 大概也就是如此 那就怪自己呗 对吧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啊 除了这些小粉红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财产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有财产 有财产可言的话 我的这边被日本政府把这个钱给全给没收了 或者冻结了的可能性 就因为两国交战可能性 远不如他在咱圣上的手下被铁拳捶成一张 垂成一张王八饼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跟各位瞎说几句 好 对 好 谢谢观看